拆解成 我中間就插入幾欄呢 一二三四 四個動作 然後最後分別做出來 那這四個動作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 底下後面在四十 四頁 這邊也有 比如說我今天要怎麼知道 首字是哪個內碼 但我剛好提過 所以我們來按部 首字的編碼 插入函數 那我可以先用MID MID哪一個呢 前面這一個 那第幾個字呢 第一個字 切幾個字 切一個字就好 一就出來了 按個確定嘛 那當然第二個動作是把這個公式剪下 再插入到那個code 最近使用過的嘛 剛剛有用過code 所以把它貼上之後 然後你會發現這是69 那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啦 那如果你要第二個字的話 其實就變動哪裡 變動這裡就可以了 有沒有 MID的函數裡面呢 這個是第二個字 那他又取到哪一個 取到X 那如果你把它打過的話 剛好試過了88 那如果要取得第3個字 就是這個 star number有沒有 如果3的話他就取到C C的話就有7 有沒有 那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就取 其實應該講不是首字啦 取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怎麼取 你要分開用MID 一個字一個字的切割 再來做判斷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你要怎麼把它切割判斷 那首字切出來 我現在把它改成3 應該是第3個字 那你會發現 其實要怎麼知道是不是數字 很簡單嘛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ASCII Code裡面 是不是47 到58之間 對不對 所以怎麼知道 是不是 而且 這個47到58 還必須要是 什麼呢 一個交集的關係 47 58 對不對 ASCII Code 一定要是這個範圍 而且是一個交集的關係 所謂交集 意思就是兩個 一定要是重疊 意思是兩個都要為True 為真才可以 這是邏輯 兩個都要為True才可以 那所以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邏輯給做出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利用剛剛做的這個 然後我把它首字來 把它改1好了 假設先判斷第1個字就好了 那是否為數字呢 我可以把這個公式呢 再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1到這邊來 然後呢 等於先自己打一下 因為剛剛我好像沒打等於 貼上一下 這個的結果呢 是不是大於 47 看一下 ASCII Code ASCII Code 裡面的話 我們是在這個範圍 剛剛有講 19頁裡面 他的 0是48 所以是大於47 而且小於58 OK 就是47 到58 之間 那所以呢 我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可以撰寫一個公式 那我們的公式的話呢 直接就是 這邊 大 是不是 大於47 這個是第1個邏輯 看起來好像為數 那還要第二個邏輯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邏輯下完 請你在外面包一個刮糊 因為我要把這個刮糊 就是如果你沒有包起來的話 後面有一個稱號 我要用成的方式 成 那如果為初的時候有沒有 假如說呢 這個條件為初喔 在以色號裡面呢 初他就把它當1 1喔 OK 所以你這邊的話 Return結果如果是為初 他就是1 OK 不是的話就0 0的話就false 所以 true 就是1 false 就是假 就是 0 OK 那我用成 為什麼要成呢 因為如果兩個條件 都為true的時候 那不就1乘1 等於1 就是意思就是什麼 裡面有一個數字 OK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邏輯吧 所以我就把這個後面 這個加個刮糊之後 然後複製喔 再把它加一個稱號 貼到後面 來改一下 因為還有什麼 小於58 大於 47 小於58 那如果呢 在這個交集裡面的話 表示他這個數字 好這邏輯應該可以理解 好 把它打勾一下 是不是 0 表示說呢 1 它是不是數字 不是 那我往下填滿一下 下面會不會有數字 有 有沒有 125 第一個字是 然後呢 2008 這個也是 所以 如果開頭第一個字 不是的話 那他就 就是0 反字就是1 那第二個問題是 可是我現在只有解決一個字啊 那後面的話有這麼多字 我怎麼辦 所以 這裡需要一個所謂的正列 那這個正列的話呢 我剛剛提過啦 就出在那個 MID的第2個參數 所以如果說我有 我要第1個字第2個字第3 後面很多字的話 請注意 你可以把這個1 改成一個大瓜糊 大瓜糊實際上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範圍 告訴他說 你幫我 抓第1個字 豆點 第2個字 第3個字 第4個字 所以你就 12345 5 因為可能我不知道幾個字 所以6 假設我知道 先用5個字好了 用5個字 那你可以這邊做完 記得喔 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Ctrl C嘛 然後再貼到後面這一個 這個 Ctrl V 也就這兩個都是範圍 然後你可以再打勾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 你現在打勾的話 他也 會 如果只是打勾 他只會執行正列的 第一個數字 就是抓第1個字 但是如果你要怎麼樣 讓他 全部跑完的話 那就用什麼 Ctrl Shift加Enter 他就全部跑完 但是全部跑完我要加總 所以加總我怎麼做呢 很簡單嘛 如果他兩個相成 我要加總 我最後請你在 外面再包一個上函數 S U M 前刮弧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加一個後刮弧 那他就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那 那些字有沒有 回來如果1 加1加 如果有1的話 他就全部幫你加在一起 那因為呢 這裡面有一個 所謂的正列 如果有正列你要執行的話 記得用什麼 Ctrl Shift 加Enter 他才會怎麼樣 幫你一個一個的去分別執行 如果你沒有Ctrl Shift加Enter的話 有時候他就沒有 他就只會怎麼樣 只會把其中 就是跑第1個就對了 所以我這邊最後做完按Ctrl Shift加Enter看看 OK 那你會發現 裡面的話呢 他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0 那我 先游標先 只放在第1個 Ctrl Shift加Enter 然後把他向下填滿 第1個Excel裡面沒有 那第2個有沒有 這個 剛剛可能跑過一次 因為游標記得不要選一個範圍 我剛好選了一個範圍 那我把這個 再重 重新 再讓他 Ctrl Shift加Enter 往下填滿的話 他就會去抓什麼呢 抓某一個範圍的資料 這個 剛剛執行的時候 記得就是 不要是整個選取範圍 那記得就是 把這個全部加起來 目前Essel裡面沒有 往下填滿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往下拉的時候 你會發現 如果是像這個125有沒有 因為我往下 一直抓 因為我預設是5個字 所以他會剛好 幫我加起來 裡面有 是數字的話 就加起來 那可是有錯誤的部分 是哪裡呢 你會發現 因為我預設是抓5個字 可是呢 這邊只有4個字 那如果有4個字的話呢 他會造成什麼 一個問題 第5個字沒有 那沒有會怎麼樣呢 沒有他就會產生 一個Value錯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面 如果你加總的話 我這邊插入環數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他這裡面 只有 4個字 所以呢你跑1 2 3 4 第5個字 沒有字嘛 沒有字如果你給他的話 他就會形成一個Value錯誤 那所以為了要怎麼樣把這個問題給去掉的話 我們必須要在 加的時候呢外面再包一個什麼ifal 如果有錯誤的話 那就幫我把 錯誤的那個訊息呢 假設改為0 因為後面表示都沒有字啦 所以我就沒有字的話那我就不加總 所以最後的話呢 有錯誤 我如果要把避免掉的話 那我就在什麼呢 在那個sum的 跟call的這個中間 再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 如果你為了避免錯誤你可以插入函數 從這邊裡面做 然後呢可以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 先剪下來 然後利用什麼呢 這邊可以再插入一個函數 如果你怕錯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在這邊前面 再用那個其他函數裡面找一個什麼呢 找一個那個 邏輯的ifal 他會幫我把公式有沒有 帶到裡面 那你把value貼上 另外的話呢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那我就用0 表示沒有 OK 就把錯誤啊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0000一個value錯誤對不對 那他就會把最後這個錯誤呢 改成0就好了 那就全部都0000 加起來就不會錯了 OK 所以基本上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向上填滿 再向下填滿 OK 基本上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但是 這邊還有一個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呢 我剛剛只有設 五個字 可是問題底下還有什麼 2008那些啊 可能有八個字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就什麼 再增加什麼 5 0.6 0.7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 哪一個長度是最長的 所以有的時候習慣上 就乾脆 你就產生一個很長的一個陣列 那這個很長的陣列要如何產生呢 其實你可以透過我剛剛有提到的 你們可以在旁邊 插入一個函數叫r 剛剛有 還有講到 其中有個r函數 它會 它是在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的r 沒有s r 然後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裡面加什麼呢 跟他講說 我要 1 到 可能99吧 或者999 反正就是這樣 那你會發現喔 你做完這個動作 1冒號 意思就是我要抓列 哪一列呢 從第1列到999列 那他自動會幫你產生一個陣列 有沒有 後面的話就是 大瓜糊 123456 反正就是一直看你有幾個字 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那你可以拿這個來做什麼 放在 我們剛剛陣列那個位置 來取代他 他就會一直往後面抓 不管有幾個字 但是如果長度不足的話 我們有一幅air 去把它過濾掉 反正後面多的全部都補零就可以了 當然其實不用那麼長 我覺得大概99個字就可以了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這個 抓出來 那因為等一下我需要向下填滿 所以我在 這個地方按一個F4 把它鎖起來 因為你如果沒有把它鎖起來 他列號向下填滿的話 1就變2 2就變3 那本來1要變2到100 那不對啦 範圍就錯了 所以我們不是要 所以記得多按一個F F1 那你做完之後你可以把這個Raw 刮弧 1到99的公式複製 然後呢 再到什麼呢 剛剛這邊怎麼樣 把 大刮弧 12345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有沒有用 剛剛那個Raw 刮弧 那個1到99 來取代他 那這樣的 好處就是以後他會 是不管你抓幾個字啦 反正我最多就是如果是1到99 意思說 我允許你儲存格裡面最多放 99個字 但如果你可能會超過99個字 那你後面數字可以再加大 沒關係 OK 好了之後一樣的嘛 Ctrl Shift向下 一樣把它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 這個結果就出來了 OK 不過應該理論上這個 這個的答案應該是 放在最後一個 我把這個再翻一下 複製一下 應該這個放在1欄才對 然後 Ctrl Shift 加 Ctrl Shift按住再按Enter 然後向下 OK 這樣的話就全部算完了 數字 個數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做完之後 可以思考看看 如果是非數字的話 其實邏輯 其實邏輯其實跟數字還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什麼 你就是要把那個 邏輯 改成那個什麼呢 改成那個什麼呢 這個以上 或者是 這個以下 剛好顛倒 那特別注意喔 剛剛是 兩個交會的地方 那現在是兩個不交會的地方 如果交會的話 剛剛是用成的 如果說不交會的地方 記得用加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只會有一種情況發生 OK 那如果說其中一個 一個情況發生的話 那 只要一個 就會是 錯了 就是非數字 特別主要就是 那這種敘述的話 其實就偶了 或 剛剛的話是 and and 是一個連擊 我跟你講 這個是交集 然後偶的話是一個連擊 那請各位也許先試一下 因為這個 那個 複雜度其實還蠻高 而且有些同學 可能都沒有 用過 剛剛講過的 這些函數 那請各位先 第一個 試一下 首次 OK 我用密的切 第一個字 第2的話呢 我在利用什麼 利用判斷是否為數字的話 那我這邊應該是先不要上 其實就是 是否為數字 其實就是 Core 這個Core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一定要前後加刮弧 它是不是大於47 乘上是不是小於58 這個地方當然只會判斷一個 所以你把它 向下填滿的話 只會抓 第1個字 是不是 再來的話 數字個數的話 你就是把剛剛的這個變化 再延伸 加上那個陣列 加上 陣列的敘述 我裡面加一個Raw 然後 數字個數部分 那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扇盤數 所以 扇盤數再把它加起來 我想這部分請各位 也許先 試一下 那 比較詳細的那個步驟 可以參考那個 講義裡面的 40 40 事頁這裡 40事頁 數字個數 數字個數 那待會再來看那個